至於細節,我剛剛有做標記 你們再看一下 或者雲端上面其實也有答案 最後做完就有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有的話,那你就做樞紐分析就沒問題 可是沒有,那就很麻煩 所以有的時候,為了要產生某個欄位 哇,那你要土法鏈鋼,這有三千多筆資料 哇,那你做到下半也做不完 如果用人工的方式 所以這個地方做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有這個欄位 然後一樣,插入樞紐分析表 如果我要做出一個什麼 留下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我只要留下這個前十大就好了 因為這個路實在太多了 那如果我要留下的是前十大的 這個,到底前十大的這個道路是哪十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切到哪一些路是最容易失切的 那一樣啦,一樣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先確定一下 這範圍沒錯,按確定 然後呢,它這個時候呢 會產生路接到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在那個什麼呢? 如果你新的版本好像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在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它有的時候這個欄位是不會出現的 為什麼? 因為它舊的版本好像會有一個叫Catch的東西 它會先把舊的資料 就是舊的範圍叫Catch 放在快取裡面 然後呢,如果你假設又有新增欄位的話 它不會偵測到 那這個欄位就出不來 那出不來的話,在舊的版本好像會有一個多一個功能 叫做重新整理 可是我發現新的版本這個問題好像就不出現了 你們如果假設你是用2013以前的版本 你可能注意一下 如果這個欄位沒出現 你就按一下重新整理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呢,路接道拖一下 然後路接道再放一下 然後排序一下 排序,不過好像刮斧這個也是有問題 這可能還要再解決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就把資料裡面的Z到A 因為我要把切到按鍵最多的排在前面 那你如果游標放在B4之後 排序馬上就出現了 那出現之後呢 假如最後呢 我只要留下前10名就好了 你總不能說 老實說數1234227890 那數在哪裡剛剛好 而且你要怎麼樣 其實很簡單 跟剛剛有一個功能很像 我們剛剛不是有篩選 打勾對不對 這個時候不用打勾 你只要找到有一個叫什麼 篩選直 直篩選這個地方 它這邊就有出現前10項 有沒有 你說老師只能10項嗎 那如果我要5項就好了對不對 可以啊,你自己改就好了 前10項,直篩選這個地方 這功能還滿好用的 這個哦,篩選前10項 那它好像會跳出說你要拿幾項 所以你就是先排序完之後 前10項,然後呢 這個地方可以改 如果你要5個,你就輸入5就好 按確定 好,那留下前10項了 馬上可以知道哪些切到按鍵最多了 哦,而且哦 第一名好像遙遙領先耶 而且還三位數耶 你看第二名雖然也滿多的 但是好像跟第一名比起來的話 還是快要差滿大的一個 所以中山北路 這一條路上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OK 而且哦,如果你要再個別 針對這個做那個統計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把中山北路 單獨調出來 然後看一下歷年來的治安 是不是有沒有像整體一樣 那麼一樣掉下來 不然怎麼會這麼多 OK 那最後的話一樣哦 就是分析裡面 找到那個樞紐分析圖 那你會發現因為我只給它10個 所以它畫出來圖剛好有10個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個地方哦 就是這個比較簡單啦 你就給一個直條圖吧 那數量就可以馬上出來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 可以改一下 這個圖的話也許我們給一個名稱吧 這個叫什麼 入階到前10名的直條圖 把這個名稱自己取啦 不見得一定要叫這個 但是給它一個比較明確一點的 然後 一樣哦 你就是這邊把它字稍微變紅色 那個加粗體然後變20號字哦 OK 這樣OK了 那一樣圖力把它拿掉 這個叫圖力 然後Delete了掉 這樣就OK了 看起來已經算是還滿不錯的 那如果你假設要做簡報的話 你就Ctrl C貼到PowerPoint 就可以show了 當然啦 人家看右邊跟看左邊 那看右邊一定是最OK的啊 直接看結果哦 至於它分析 你再讓它看左邊的這個表 至於細節就其實我覺得就可能不太需要啦 OK 所以請各位哦 試著把這邊改一下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這邊也做出來 所以今天的 其實你看這個是原始資料嘛 然後這個是做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那最後記得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做完之後 存檔的話呢 因為它是CSV檔 所以哦 請特別注意哦 另存新檔的時候 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我是建議啦 因為後面我們會寫程式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直接改這個 就是 怎麼樣 這個是活業部有沒有 是XLSX 那這個是沒辦法存VBA跟聚齊的 因為我們後面會寫VBA 所以我乾脆建議你直接存這個 叫XLSM 叫XLSM 這邊注意哦 如果你存錯檔哦 你 往後寫的VBA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把它存起來哦 我先把它存在桌面好了 我們這邊好像 工作人員說這邊沒有還原 所以如果你存在這邊 應該下一次來還會在 但是不保證 如果你假設啦 你都不要存桌面 你存在一個 比較 人家看不到 放在低疊看看 放在這裡好了 這樣下一次來應該還會在 把它儲存一下 沒有權限 難道D不能存嗎 文件可以存 好不然就存在文件看看 文件可以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